八月初一 八王类正式开类 头一个 飞云道长 莲花门总门长郭长达 跟大家见面 这个妖道 沐浴更衣 穿着一身新道服 头上白灵色的道棍 金簪别领 身穿银灰色道袍 青护领 青袖边 妖记姓黄水火丝涛 耀白的半截白布高装袜子 蹬着一双厚底的道鞋 身后背着金乎乎的凉天尺 手摆浮尘 这胡子 输的是流光耍亮 满面春风 神采意义 迈着方部来到台口 成千上万人 眼光全都集中到郭长达身上 人们窃窃私意 有赞美的 也有咒骂的 郭长达把手中的浮尘 甩了几甩 晃了几晃 斗丹天送法号 无量天尊 各位施主 天下的英雄好汉 贫道不才 我就是郭长达呀 这座八王类 就是我建议召开的 可能有些人不明白 为什么要立八王类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讲 顾名思义 什么叫八王类 就是以八王千岁 赵德方命名的 实不相瞒 现在八王千岁 就在我的莲花冠总院 已经被贫道 把他扣留了 为什么扣留他 人为一口气 佛为一住香 我要斗上三门 和开封府的板差棍 因为他们太不讲理 对我莲花门的门人弟子 见面就杀 见岛就平 见山就灭 而且不择手段 实在是欺人太甚 我身为总门长 绝不能直之不管 因此 立八王类赌斗输赢 假如开封府的人 把我们莲花门的人 彻逼给赢了 我服输认罪 把八王送回安庆宫 我郭长达 我郭长达 道案 打官司 该什么罪 我领什么罪 开封府的人 也说得明白 倘若不是我们莲花门的对手 他们也承认有罪 八王 不要了 任凭贫道 杀寡 粗溜 这件事情 我想叫天下的英雄 给做个公证 这个擂台 一共立一个月三十天 从八月初一开始 到九月初一结束 在此期间 必须得分出输赢了 可我还要声明一点 这次利类 不限于开封府和莲花门 扑天下的英雄 谁愿意登台献议 我们都欢迎嘛 说我愿意留个纪念 我欢迎 说我要暴打不平 向着哪一方 也可以 缺钱你说话 缺什么东西你张口 频道 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但是 咱把丑话说的前边 这是擂台 也是个小型的杀人战场 未曾登台之前 你自己先掂量掂量 你有多大的分量 倘若胳膊说 腿断眼瞎残废 那是你自己找的 甚至把性命丢了 与本类主毫无关系 别到时候 你再埋怨天 再埋怨地 别怪别人 就怨你自己没能耐 现在我的话 已经说完了 别用 现在就 开始 郭长达 说完了一转身 回了后台 他进去的时间 不大 蹦 蹦出一个人 这人的年岁在五十五六岁吧 中等身材 长得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 面如瓦灰 光头没戴着帽 往着法转 猪三别顶 浑身上下一身 圆青色的衣服 腰里杀着本来 赤手空拳 没拿着家伙 别看他上了年纪 动作敏捷 坏似圆厚 熟识的是干净利落 来到台口 抱了个啰圈衣 然后说道 各位 各位子弟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们 方才我们总门长交代的清楚 说的明白 我就不必废话 我也是镇类的内官 人颂绰号 叫闪电刘星 姓柳 我叫刘春达 我先压下场子 现现丑 请那么一位两位的蓬蓬场 闲话少说 说练就练 我先给各位打烫拳 各位可上眼 这位闪电流星望下 一塌腰二臂 轮开 身形转动 练了一趟 打磨神圈 再看人家 站如钉 走如风 全似流星 炎四殿 身如蛇形 腿如钻 猫穿 狗闪 吐滚 鹰翻 猴上树 胡登山 芒翻 身龙探爪 练得都绝了 把扑天下的人 看得眼花撩烂了 等人家练完了一收招 烧平片刻是 掌声如雷 好 练得好 果然是好拳脚 好功夫 这柳春达一高兴 就找不着北了 嘴也就失控了 这家有点得意忘形 稍微喘了喘气 二次抱拳 哈哈哈哈 练了几招 粗拳笨脚 承蒙各位台爱 还给我支教好 溃灵 溃灵 不过呢 话又说回来了 功夫功夫 这玩意儿骗不了人呐 千人瞅万人瞧 要真没两下的 真就换不出这个好字来 我可不是打把是卖艺的 我今天我是内观 我斗的是三峡武艺 开封府和上三门的人 我估计着 这些位大概都来了 甚至连你们请的亲朋好友也在人群之中 你们别光看热闹 有胆子的 上了一个两个的 跟姓柳的比一比 有没有 开封府的来不来 你敢不敢上来比赛 这家伙大放厥词 在这指名典性 口吐狂言 就激怒了开封府的老少英雄 咱们前文书说了 这次开封府来 没拉大队 三个一群 五个一伙 十个一帮 自由行动 所以这人 安插到四面八方 哪里都有啊 咱不说旁人 单说日月分行 小太宝钟林 钟林听这柳春达 说的怎么这么刺耳 不由得火望上壮 望前一凑 贴近徐梁 三个 我打算打头一阵 你看怎么样 嗯 兄弟 方才我发现这个姓柳的 可不是一般的人 你要登台 可千万要留神谨慎 我知道了 看他妈这小的太狂了 我杀死他的威风 钟林说的 倒提大棍 几个人群 来在台下 咱没说吗 离这个台 十五丈 不幸战人 由于这个台子 高有三丈 离这近 你也看不见 所以呢 有黄中绳 在这拦着 有小小道 在这维持着秩序 钟林迈步 跨过戎城 大不留情就来在台下 这台子还没梯子 要想上得拼功夫 钟林的武艺 随经这么高的台 就说往上蹦 他还真有点蹦不上去 可怎么办呢 钟林有钟林的办法 再看小英雄 把英雄场甩掉 卷了个麻花扣 鞋背在身上 腰里的大袋 蹦蹦蹦 连紧几扣 摁撞帽 提靴子 往后退出多远去 紧跟着一个冲刺 离这台不远了 他用这条大棍 一煮这地 把身子就腰起来 来了个掌杆跳 嘿 这玩意可借了力了 把他身子抛到空中 紧跟着一混 双脚落在台板之上 老百姓一开始 热烈鼓掌喝彩 好啊 好功夫 好本领 钟林平了平气 把大棍往旁边一放 衣服脱了 也放到台口 闪电流星 柳春达一丑 帮上个小伙子 比自己能高着一头 这小伙子长得细腰扎背 双肩暴龙 面似担金 两道利剑梅 一对豹子眼 鼓鼻梁 大嘴叉 长得真是一表人才 请问壮士 尊姓大名 某中林市 江湾人称日月飞行 小太宝 我爹 就是飞插太宝 中雄 哦 你是中太宝之子 我爹 朕应了那句话 老子英雄 而好汉 哈哈哈哈 中林啊 这么一说 你想要打这头一阵 对 我想跟你比比 柳春达冷笑了两声 中林 实话对你说 我跟你爹中雄 还有一面之师 当初他在军山的时候 身为襄阳王手下的水军大帅 我还做过他的帮帮 可能那时候 你也就在怀抱吧 后来呢 人各有志 你爹当了官了 投靠了大宋 我仍然漂流在江湖 但我这个人呢 不忘前情 跟你爹既然有交情 咱们就不喜外 因此我不能跟你动手 再者一说 中林啊 你爹不爱听 我都一把胡子了 你是抬毛未退的小娃娃 我能欺负你吗 我就把你赢了 也被天下人耻笑 中林回去吧 你这两下子还差一点啊 你说当着天下的人 柳春达大言不惨 这一吹牛 可气坏了飞行小太保 中林一阵冷笑 柳春达 我奉劝你废话少说 这是八王类 我们赌的是输赢 不用讲这套插不过节 你跟我爹有没有交情 你跟我谈不着 你现在是莲花馆的内官 我是开封府的拆官 咱们二人水火不通路 当场不让 不举手 不留情 你把我赢了 算我精识不道 学艺不高 我把你打了 算你倒霉 你哪那么多废话 呀 中林 好小子 你连个好坏话 你都听不懂吗 哦 你觉得开封府的人 有势力 你讲着你有茶杆 你觉得你不含糊 好嘞 今天我就叫你 知道知道 闪电流星的厉害 你伸手了 两个人话不投机 当场动手 啪啪啪啪啪 打了三十个照面 没分输赢 中林有点着急 回身把棍子抄起来 哎 就留的 我看拳脚咱二人差不多 再打也白耽误时间 你去找家伙去 咱比比兵人 好嘞 你稍后片刻 柳春达一条链 奔后台 这后台的两边 全是兵刃架子 十八班长兵人 二十四个外五星的家伙 以及带来的兵刃 觉着在身上背着 陈也都挂在兵人架子上 这柳春达到第三个兵人架子这儿 一伸手 藏着拔出一条长坝紫金瓜 这玩意就好像个冬瓜底下安个坝 但是这是兵铁的 上乘腰腰 没八十斤也差不多 柳春达抄起长坝紫金瓜 二次来到台前 把手中的兵人一晃 忠林 来了 我会会你这条棍子怎么样 忠林呢 并不客气 剑梅赵树 紧咬牙关 轮起这条大棍来 招打 使了个泰山压领 就下了绝情了 柳春达 赶紧双手 平端子金瓜 望上招架 开 两件兵人碰到一块 啪啦 把柳春达震的身子摇了两摇 晃了两摇 灯灯灯灯灯灯灯 倒退了七八步 好选没来个定队 心中暗响 罢了 英雄出少年 这家伙真有把子力气 把我震的这骨魂都疼 其实钟林也够像 朕的虎口发酸 是里羊臂发骂 但是年轻人好斗 钟林毫不畏惧 望前一重又是一棍 啪啪啪啪 咚啪啪 这二位不是比武 跑这来打铁来的 看看谁的力气大 来者不拒 你砸我也砸 我砸 你也叫 两个人就这么 标的一块 一眨眼就砸了 二十几下 再看见二位全冒了汗 钟林心中暗响 这个姓刘的果然厉害 干脆我别费这个劲了 何不用白元棍的招数赢他 因此插拉一变招 使出白元棍 柳冲达一看他不砸了 也施展开自己的招数 两个人就这样 又打了五十回合 没分输赢啊 钟林年轻啊 眼尖 手脚快 手中的棍子使着 底下就下了埋伏了 打着打着 棍里夹脚 使了个扫堂腿 扫啪 柳春达没注意 摔了个定堂 苦痛就坐在那 钟林这棍就下来了 柳春达一看不好 啊 举双臂 横长大紫金瓜 螳螂一声 把大棍给架住 钟林右手在前 左手在后 起码蹲当事 往他面前一站 姓刘的 方才你说了 你在军山混过饭吃 给我爹当过帮伴 不忘前情 我钟林 也是重感情的人 因此我不要你这条命 只要你说个服了 承认书 我把棍子一抬 我就把你放了 你看怎么样 倘若你要不服气 你休怪我可下毒手了 这个柳春达也是傍蠢 在那坐着 举着这么沉的长霸紫金瓜 叫钟林用棍子 把他压在这儿 你就说句软和话 还能怎么样 其实不说 食指上自己已经输了 但这人还有点宁静 钟林这一叫号 他有点不服气 哼哼的几声 钟林 我服谁也不能服你 呀 你不认输不成 对 我还想跟你大战八百合 钟林一看 这小子真是肉烂 嘴不烂 因此两臂 咱就望下一压 这棍子 哎 六春达可受不了了 这两只胳膊下舌的似的 一大弯 一想不行 这弯落下来 我脑子就搬家了 还得挺住 哎 他望上一举 钟林又望下一样 哎呦 这刘春达可受不了了 就觉着胸膛发热 两肋发胀 后背就像万把钢刀扎的似的那么疼 实在控制不住 把嘴一张 一腔血全喷出来了 好像血剑一般 钟林见识不好 撤棍 望后一撤身 这才没喷得自己身上血 再看柳春达 俩眼一翻是摔倒在台上 昏迷不行 钟林颠颠颠颠掌中这条棍子 这要过去 轻轻一下脑袋就开花了 但是钟林没那么做 冲着后台喊 哎 有带活气的滚出来俩 把这位架回去 小老道 撩撩一手 呀呀呀 吴梁佛 我们可不是打雷打 我们是救人的 赶紧用软床 把闪电流行架回后台 郭长达就一招没 怎么了 突穴了 郭长达吩咐一声 赶紧去直穴这弹药 你想这种场合 能不准备药吗 不光有药 妙手的郎中 至内上的至外上的就有二三十人在这伺候着 众人赶紧把手洗干净 过来一检查 柳春达别的病没有 就是劳累过度 这一口血喷出来 需要好好休息呀 就这样把他架回莲花冠 吃药 休息不得 正在这时 有一个人从墙上摘起一把鬼头刀来 摁崩荒 啥两把刀就拽出来 瓢链蹦到前台 二话没说 赵忠林就是一道 幸亏忠林年轻 眼睛好使 上部闪身用大鬼旺一弹 把刀给夹出去了 回过山里一看 这位小个不大 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扑 屁活蛋子翻翻着 脑门子长了一层黄绣 满脑的头发都打着卷 相貌十分凶恶 忠林看了半天不认识 我说你这个人好不知趣 任何暗中下手 小娃娃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认识你是谁 金头虎贾正 是也 这个贾正 在前文书咱说了 在南正县 开了个贾家店房 金掌佛禅 白莲花燕丰 就是住到他的店房里 他们夫妻俩人 他夫人叫周氏 人送外号母夜城 手使双刀 这对夫妻也都是武林好手啊 自从徐良 把金掌佛禅的胳膊砍掉一只 把他的店给他抄了 这对狗夫妻无处安身 这才跟着白莲花燕丰 逃到莲花冠 如今在郭昌达手下 还当了个小头 不过金头虎贾正 一看 在这是抢手如临 吃这碗下眼石 也不那么容易 要想在莲花冠 能吃口太平饭 就得露出鸡手来 怎么办 他就打算利用八王来 大闲伸手 让别人看看我金头虎贾正 是何许人也 因此拉刀才要大战 钟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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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